剛看那個柯文哲那個畫面 我真的有點鼻酸啊 作為第一代柯黑 被認證的柯黑 我真的有點不忍啊 我覺得這個不是文明社會啊 如果我剛剛光看到那個畫面 我會以為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且在知道這個人 是首都市長的時候 我肯定認為這是政治追殺 先不要講內容 我看這畫面讓我想到什麼 我想到20年前的阿扁 阿扁跟柯文哲的過程是完全一樣 我完全不想談他們到底是 有沒有收賄有沒有海角有沒有記憶 這個我覺得當這個法院不公平的時候 我們媒體不公平的時候 我們收到的訊息已經不可考了啦 那可能恨扁的挺扁的 恨柯的挺柯的各有一詞 各執一詞 這個我也真的不想討論 我要的是給我一個充分透明的 徵訊的這個司法的過程 讓我們老百姓有充分的判斷跟理解 我看了柯文哲這個畫面 我真的覺得不忍 讓我想到當年的阿扁 就是一模一樣鋪天蓋地的 用媒體來追殺 你看喔 現在追殺這個柯文哲追殺到什麼 追殺到他跟他的三個小孩 還有他老婆他的兩個小孩說什麼都有很巨額的錢 什麼有什麼不明金錢的流入 大家去想想看喔 20年前的扁愛 16年前的扁愛 你看搞到什麼他的親家 他的女婿 他的女兒 他的女婿還因此坐牢 他的親家 我相信這個親家現在應該不往來了吧 就是這些東西都是媒體塑造的 然後媒體就開始 當然前提就是司法迫害嘛 司法洩漏這個片面消息給媒體 然後就一天一報 一天一報也就算了 然後檢察官排排站 這一次就差沒有這一幕 不然就是完全雷同 扁愛的時候檢察官排排站 如果辦不了這個阿扁 我們就下台 哎開什麼玩笑啊 你就已經把結論已經訂在那裡了 那你乾脆就直接槍斃 你也不用到法院啦 你檢察官判斷就直接 直接發肩執行就好 你就不要法院啦 這都是台灣司法最惡劣的示範 我再講一次 你們不用讚我 我沒有跟你講 柯文哲到底有沒有罪 阿扁到底有沒有罪 我一點都不在乎這個細節 因為就我一個做教研究方法 20年的老師 還沒進到這一步 OK 我今天在看的部分是什麼 看一個學生寫論文 一開始的文章評論 叫做文獻回顧 你的第一張文獻回顧 就已經錯了 我就沒法 我就不想再去看你的研究方法 跟你的結論了 你堆積的文獻都是錯的 那你這個研究呢 就已經我無從看下去了 就是到此就應該要重新打掉重練 所以看著這個一個堂堂下任的 首都市長 差點還不小心還可以當總統 要不然是副總統的人 因為一些很抽象的東西 然後就收押 然後讓這些畫面 不斷的在這個網路上 在電視上呈現 這絕對是一個 不是文明國家幹的事情了 那同樣的嘛 今天1450817 你終於理解為什麼 我不願意 親身回去對抗司法 我會用我的方法來對抗司法 而不是抱虎平和 不是用肉身黨坦克 因為台灣的司法環境太惡劣 好 在這邊我要特別詢問一下 好 我也請這個 YT的導播幫我上一下 認罪協商的那個標 就是現在呢 謝利公拋出來說 所謂的認罪協商這件事情啦 第一個標好不好 第一個標第一個標 認罪協商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彭拼怎麼看待呢 就是說因為有這樣子一個 不一樣的聲音一拋出來之後 可以說是這個小草之間 他們炸了啦 就是他們覺得說 啊 相信清白嘛 覺得司法要還一個公道嘛 怎麼可以呢 他們就不能接受 但是呢 謝利公說他只是拋出一個 不一樣的看法啦 那他們現在黨內就是 當然有各自的說法 但是光是拋出這四個字 我覺得就蠻有這個 可討論的空間了啦 彭拼自己怎麼看呢 現在是如果要從局勢來看的話 會真的是一個方法嗎 還是說這個是 純粹他們自己在亂呢 我相信認罪協商的這個選項 柯文哲委任律師一定有想過 那這要從兩個層面來講 要看這個當事人的個性 我的個性 我沒有錯的事情 你一根寒毛都不要塞到我嘴巴裡 我絕對不會 我絕對不會囤 尤其像這種東西是 試涉一生的清白 我絕不會認罪 我寧可站著被你犬決 我也不會低頭 我沒錯就是沒錯 我相信這件事情 其實同樣發生在 高鴻安跟他的助理 王玉文這些人身上 他們為什麼不認罪 為什麼不協商 我沒有錯啊 那你們的這種 羅織方法是沒有道理的 我470塊錢 去買了一些公家的用品 好高鴻安我11萬 去大家的這個辦公室的經費 你要說我這是貪污 我認罪我知道會被判緩刑 但是要說我是他們 我也不認罪 我寧可讓你判刑 然後我會抗爭司法 我絕不會讓你碰我一個汗毛 這是我的個性 但是每一個人狀況不一樣 那就法官來講 這個部分 律師一定會有認罪協商的 這個選項 但是我要說的是 如果你認罪協商 我們分兩個層面來講 你的政治的路斷了 從此結束 司法的路呢 你可能可以苟權性命於亂世 但是你呢不求問答於諸侯 這個部分你的政治路已經斷了 那這個就要個人判斷 要是我還是那句話 我從不從政不重要 但是我要捍衛我的清白 我絕對用我的畢生的力量 來捍衛我的清白 因為我認為 我是這個比生命更重要 那每個人看法可能不太相同 我覺得謝利公拋這個東西 其實隱隱約約透露社會大眾 對柯文哲是否真正設置犯刑 有了疑慮 我必須說啊 我鐵口直斷啊 不管是小草也好 是民眾黨也好 或者是誰 你要來告我 你歡迎來告 柯文哲呢 一定有收錢 但是呢 收的錢是什麼樣的狀況 這個我不知道啊 我必須說我不知道 有沒有收審慶金的錢呢 我個人認為有的機會比較大 我不是說不相信柯文哲 或者我要黑柯文哲 而是 台灣選過總統選舉的人 哪一個沒有收過建商的錢 你告訴我啦 你告訴我任何一個 好 這中間有沒有對價關係呢 這個就要看你怎麼去認定 還有 建商為什麼要送這個候選人錢 他們在押寶 押寶 押了以後呢 收錢的人 當然會想要回報 給錢的人 當然會想要 從這邊去得到利益嘛 台灣的每一個都一樣 再跳回二十年到北岸 不是也一樣嗎 那時候什麼元大 馬家還有很多 不是相繼的落意於途 到總統府去送禮嗎 對不對 那當然這是不對的 可是我必須說 在政壇的現實 各縣市長 每一個 如果用這個角度去看 通通都有事 所以我覺得台灣 現在該做的一件事情是 要做一個真的是如賴清德說的 洗敵人心 好 我講到賴清德 我要問賴清德 你在選總統選台南市長的時候 你沒有收過建商的錢嗎 你不要騙我了啦 那這些人 你後來沒有給他一點好處嗎 你也不要騙我了啦 這就是台灣政治現實啊 所以我認為要改變台灣的政治現實 要學一下美國 在這地方縣市議員的 在地方基層的這個政治現金 一個人不能超過800美金啊 到了總統這個階層 有人說啊 像Netflix的創辦人 就捐了200多萬美金 這些東西通通都要公開透明啊 然後大家就眼睛看著你啊 看著你有沒有讀會Netflix 你有沒有讀會這個Elon Musk 這些東西就要擺在檯面上啊 台灣不是啊 台灣是明明白白的法律定在那裡 可是按盤沒有一樣壞事不做啊 美國是這樣子喔 他很重視這個所謂 checks and balances 就是你要不要 這個就是放水給Netflix 我順便舉個例子再講 因為Netflix捐了 800多萬美金嗎 我如果沒記錯 給這個Kamala Harris 如果Kamala Harris當了總統之後 大家眼睛會看喔 看你有沒有給Netflix特權 而且在美國是這樣喔 像你能不能夠圖利金華城 或者你能不能圖利元大 我講的以前的彬岸 這個二次金改 不是一個人說了算 美國的國會強烈有制衡的能力啊 而且每一個公共政策 都是一個Committee決定的 所以這就讓一個總統也好 或者是讓一個市長也好 他的權力很有限啊 他最多就是Committee中的一票 而且他們強調公開透明 你要去跟這些人見面 你要去逃出影員 你要報備 你要登記 就像檢察官法官也是一樣 你們要外出去做什麼樣的 參加什麼樣的活動 是要登記的 你收禮是要登記的 可是你去看那個登記簿 從來都是空白的 所以我說台灣的法律多如牛毛 但是在執法上面跟人心上面 確實需要被洗滴啊 但是賴靜德 我希望你先從你自己洗滴開始 台灣的政壇發生了很大的問題啊 像柯文哲這樣的事情 你說蔣萬萬沒幹嗎 那他的選舉經費哪來的 過去的每一任總統都一樣 不要騙我的啦 那柯文哲是被抓出來祭旗的 那如果是單挑一個人來做 或者鄭文哲 但鄭文哲那個有點離譜 因為他收錢 已經收到名滿天下了 那照這樣的情況 你能夠不讓老百姓認為說 你這是在政治追殺嗎 好你今天如果這東西不可以 那你全部都要去 我們要檢討 你看半年前 台南市的十個政府議長惠雪 竟然法院判無罪 證據都已經這麼清楚了 無罪 所以你要我們怎麼相信司法 再加上惠榮 我們一起走過論文門的多少訴訟 真的會吐血啊 我必須這麼說了 我們不能一桿子打翻譯傳人 絕大部分的法官是OK的 我相信 因為我有些學生在當司法官啊 他們都品學兼優 個性品性都沒有問題 我不相信他們會收賄 我也不相信他們會被長官施壓 可是這些人就升不到高層 好 像黃偉 像劉承武 像這個姚念慈的這些人 張永慧這些人 他們基本上 若不是位於長官的壓力 就是像黃偉這種 你很明顯都知道他是要升官嘛 可以把一個超買的案子 走私的案子辦成超買 黑金組指定給他做 桃園機場的事情 讓台北地監署搶過來邀功 根本就不符合這個辦案的屬地主義 再來包括了徐永明 還有這個就是立法院的那一些 所謂的這個收賄案 也是他來很快的就政治判決 很快就政治起訴 還有啊 妨害民意願什麼時候變成 黑金組贈辦呢 黑什麼啊 金什麼啊 一樣啊 像這些人 基本上你們 如果今天我是賴清德 我要洗滌的是這些人啊 你先把這些高官給辦了 再來辦老百姓 你總有優勢嘛對不對 貪污最嚴重的那些人 你為什麼不辦呢 你為什麼不辦鄭文燦早點辦呢 你為什麼不辦陳菊呢 那這些人你為什麼不辦 陳菊幹了什麼事 你去看那個曾淼紅的頻道 巨細泥移啊 而且政壇上手腳不乾淨的人 還挺多的啊 蘇貞昌家裡有兩百萬師傑 不敢報警啊 為什麼不辦財產來源不明罪 對不對 蔡英文的論文門 這個設犯了至少四五十年刑期的 中間還用了多少的公帑 跟國家機器打官司 從這個場地到這個人員到律師 全部都是這個國家的 你為什麼不辦 那你去辦這些東西 我們覺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輕重緩急 哪個緊急哪個重要 如果你沒有這麼做 那我們只會看到 你只是想搬掉你2028年 想要連任路上的石頭嘛 所以看了這一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台灣是一個 圖具法治形式的野蠻國家 好 在這邊呢 非常感謝林逸芳 剛剛給我們的贊助 斗內支持 那接下來呢 給大家聽一段就是 這個陳佩茨她昨天的話 我們把它截取了一小段 裡面呢就是她交代 這個一千多萬的金流的部分 那大家呢可以拿起算盤 點一下 看一下那個金額兜不兜的上 我們先來聽一下 那我個人的認知洗錢 就是說這些錢 如果是不明來源 或者是犯罪詐騙所得 那個才需要去洗錢 但是我今天來這邊 跟各位媒體報告的是 我今天就是要證明 我們家的錢 都是正正當當 清清白白的錢 第一個是我媽媽的帳戶 但是我並沒有提過 什麼叫做交位錢 我那時候在連任署講的是 我父親在2016年年中 中間的中破失之後 我的媽媽在2016年年底左右 就辦完了她的繼承 她的所有的那個現金的遺產 那這幾年從2016年 接受到媽媽的帳戶以來 媽媽的那個台灣銀行的 繼承爸爸的一個遺產 還有她自己在郵局 有一份那個老年年金的入帳專戶 從65歲到她現在92歲 總共也大概差不多七八十萬左右 我提領出來的我媽媽的錢 從2016年以來大概是535萬左右 就是台銀跟郵局這兩個帳戶 第二個我們家會有如此的現金來源 就是我本身在醫院工作的一個薪資轉帳戶 提款出來的大概叫做528萬左右 這是我們家的第二筆的那個現金來源 那在第三筆就是說我們在2018年 利用我家的新一路的房子 去抵押房貸來借錢出來打選債 那那一年的選債我們獲得的選舉補助款 是1700多萬 那那年的花費就是人事跟活動的發費1500多萬 選舉的花費之後我們還有200多萬的一個現金所得這樣子 另外一筆就是我先生本身從他的帳戶裡面 這幾年提出來的那個提款的額度 也有171萬左右 去年應該是選舉年 所以先生有很多的一些演講啊那個通告費 這個在扣角平單上有列入的就有 稅務資料可以查到的就有64萬元 這只是去年的 那其實他每年都蠻多的演講跟通告費 然後親朋好友見到我們也是會給我們一些贊助金啊 一些紅包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主席也沒有薪水 那大家看到他總是會給他一些加油鼓勵 那這一方面的錢大概有百來萬左右 那以上我講的那麼多 那剛剛已經有人幫我算出來了 我以上提出的這些加總起來 大概1628萬左右 我昨天聽這個記者會 然後我一聽到講到說 哇 有這個 親朋好友啊 贊助金啊 紅包 我想說哇 又被彭P說中了 就是真的彭P是走在蠻前面的 一開始的各種推斷 幾乎都成真了啦 那在這邊呢 除了陳沛傑這段話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說 他會出來講大概是受不了了 因為現在看起來確實啊 呃 有一個比喻啊 說黨發聲減就是 減掉體系放話 然後呢 綠媒配合 哇 現在是一條龍的產業鏈啊 也難怪他如果不自己出來講的話 那真的是漫天的訊息 各種的消息就要把它給淹沒了啦 那我不知道就是彭P最近 應該有關注到說 哇 現在這個綠媒奇發生啊 嗯 我覺得在大事件的時候 就是說各家媒體喔 就是想盡辦法要撈獨家 無可厚非 就我自己在跑線的時候 我也是會想盡辦法 能去挖到獨家消息 我當然是無所不用其極啦 但是呢 手段也是要看著分的嘛 就是說我們跑新聞 有跑新聞的一些底線 那再來呢 像我覺得很基本的 就是我們也不會去出賣線人 就因為這個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但現在呢 看起來這些亂象 就彭P作為這個新聞界的態度 是不是應該要發表一下你的看法 啊 這其實蠻感慨的 好 我就講論文門這件事情來講 你看台灣的媒體 除了中天風傳媒 其它是集體墮落 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 連想要瞭解一下事情的真相都沒有 到目前為止 台灣的所有媒體沒有一家去做調查 就是說 不管 就是說多半都是從我們這邊來接受 但是即便是這樣敢刊登的都沒有 就是除了中天風傳媒 當然我可能還漏掉了一些了 就持續還會追蹤這件事情的 大概就剩下這兩個媒體 你不覺得這是台灣媒體極大的墮落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在媒體界的學生跟同事很多 那當然我也不為難他們 因為我知道他們在一個大環境中 會有他們的壓力 可是我一直覺得 我作為一個媒體人 我以前在台視 我在TVBS也待過 那我從來沒有為了長官的詮釋 壓我新聞 我會不反抗的 我從來沒有 我從來都反抗喔 我沒有一次會說去揣摞上意 然後去做什麼或不做什麼 所以當然了 所以我的每一個工作都很短嘛 我在台視是我剃光頭理智的 然後就去念書了 那台大的話我就是寫了四個字 我就離職了嘛 然後我在伊甸市的時候也是啊 我就當場不走人嘛 那當然民視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當場被人被走人嘛 但是我覺得如果媒體界的人 當然有人會說 彭P你家是不是含著銀湯匙 你不在乎我們家有這個高堂老母 還有沒有沒有 我如果大家認識我 也知道我出身寒味嘛 但我事實上證明什麼 我每次做這一件 我選擇一個堅持對的事情 上帝都沒有虧待我啊 他立刻給我開了一扇大門啊 那現在這扇門叫通緝門啊 不過沒有關係 天還沒亮啦 就是這個才是剛剛開始 我剛剛回到那個陳佩琪的部分啊 我覺得他講的是蠻實在的 我聽起來他說的我聽進去了 但是我不相信親朋好友給他的錢 就一百多萬了 一百多萬是我這種通緝犯的格局啦 你看看我隨便舉個例子 我在節目中舉過的例子嘛 我每次回去王世堅 我的老朋友 我的學長 我父親小學的學長 他只要知道我回台灣 就會請我們家人吃飯 然後就會包個紅包給我小孩 你看我兩個小孩 一包兩萬塊一個 我們家兩個小孩跟他吃飯 就拿四萬塊 對不對 同平上次講還沒有講到金額耶 啊真的啊 透露啊 我這什麼格局 我這樣吃個飯 他就給我四萬塊 對不對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不拿 我覺得我稍微通小人性 我不會不拿 因為我不拿他會更難過 但是我會回報 這樣就夠了 OK 所以這是我剛剛講這句話 其實有兩個意思喔 那如果你這個事情 放在政治的場合 這就是一個很綿密的 台灣人的人情啊 但是你說 政商之間會不會有這層關係 當然會有嘛 一定會有的嘛 那因為政商的關係 不像我們這種 像我這種落水狗身上根本沒有 我這一生人身上都沒有權利啊 我只不過就是媒體記者 都何況有這麼多的人情 對不對 我去各地方演講 我相信柯文哲 去到地方演講 我不知道他有拿車馬費 我是從不拿車馬費的 可是我每次演講完 像我現在這種處境 就會有僑胞 會有朋友 遞一個紅包給我 你說我能不拿嗎 我現場跟他這邊推嗎 太難看了吧 那我每一個我都會記下來 將來有機會就回報 沒有的話這就是台灣人 一個很溫暖善良的民俗或者人情嗎 我不相信陳佩琦 一個選總統的柯文哲 只拿到一百多萬的這個 親朋好友 像這種格局 二十萬三十萬就包了啦 我自己也是這樣啊 我兒子同學的父親 最近是那個台灣早期SARS的 不是SARS COVID的前面幾個過世的 就突然病發就過世了 我們也不熟啊 我就我就是六位數啊 我就我就直接包給他 我也不知道他家有錢沒錢 搞不好他們家比我有錢十倍 可是我覺得那就是一種 人的共鳴嗎 這個不是壞事啦 所以我相信陳佩琦 他手上的這個錢 有我坦白說 選過市長選過總統 這兩次下來手上有這種 超過兩千萬我都不覺得奇怪 就是旁邊的親朋好友 三十萬五十萬的 十萬二十萬的給 很正常 而這些人也未必有什麼條件 如果今天我是柯文哲的好朋友 我相信我會跟他見面 我也會拿個六位數字給他 說加油 因為我們認為說 有人在替我們實現理想 但前提是說他是我的朋友 而且他做的事是我認同的 像我這樣沒什麼財力的 我都可能會拿個六位數 何況他有這麼多的朋友 那我相信這種 這種不需要報帳的私下的紅包 有個幾千萬我不覺得太奇怪 我真的不覺得太奇怪 那至於一次幾千萬的這種錢呢 就比較會牽涉到是 政商對家關係的賄賂 如果說你有幾十個朋友 每個人三十萬五十萬的 停你去選舉 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當時我不是報上說要徵召我 說民進黨要徵召我選新入市長 我都還沒答應呢 我大概就接了一二十通電話說 哎我贊助50 我贊助20 這就是人 這是真實的台灣社會嘛 所以我覺得 台灣的司法檢調也好 台灣的政治人物也好 台灣的名嘴也好 不要不食人間煙火 台灣的真實社會是如此 我講了這麼多 並不代表說我認為 柯文哲有沒有收賄喔 我不是這個意思喔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替他算他家的零用錢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我們都設施衛生啊 這個台灣社會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 好 因為剛剛有講到陳佩琪 他這次公開的金流 講到的是1628萬嘛 好 那剛剛也有討論到說 陳佩琪到底該不該 跳出來發聲呢 我們來看到了這一段新聞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啦 就是郭正亮給出了一個建議 說要多學學蔡英文 學蔡英文什麼呢 他講的就是 他舉了一個例子啦 他說之前蔡英文 被指一些房子方面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陳其邁幫他開了記者會嘛 其實不只這個嘛 就是每一次蔡英文 遇到什麼樣的爭議的時候 他永遠不是他自己出來解釋 就是他手邊有什麼資源 他就會抓其他人來 替他在前面幫他清掃完畢 所以這件事情呢就被說啦 那個陳佩琪應該要學一學啦 就不要什麼事情喔 自己衝第一個啦 很容易變拋灰啦 彭P也是看著蔡英文 一路就是都躲在後面處理事情 這招是不是確實高啊 這個事情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蔡英文是全清一時啊 他周邊的資源很多 他可以躲到第二線 因為有人願意幫他 讓他出來當第一線了 陳佩琪沒有啊 我也沒有啊 我們都沒有啊 所以這個情況 不是陳佩琪不願意躲到第二線 而是沒有足夠的資源 可以讓他有這麼好的裝備 幫他去回應嘛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情況 蔡英文你自己在當總統哎 總統府發言人全部可以跳出來 啊你的小英男孩女孩 全部跳出來護衛你 那是因為你手上還有資源啊 而且呢你不講話 媒體酸一酸你就算了 不敢鋪天蓋地的罵你啊 那柯文哲的狀況是 被一些媒體鋪天蓋地 每一分錢都算啊 而且言語講得非常難聽 再加上陳佩琪旁邊的這些人 你說黃珊珊跟黃國昌 會幫他嗎 你有看過黃國昌出來 黃國昌或黃珊珊出來講這些 那些有關於他的手邊的錢 是怎麼來的這些細節嗎 而且他們也未必會知道 所以狀況是出在這裡啊 那蔡英文的論文的這個東西 旁邊那些傻子對不對 什麼張敦涵啊 連元龍旁邊這些傻子 蔡英文有沒有寫論文 你怎麼會知道 可是蔡英文不假 他今天如果是小老百姓 或他今天是個部長 他死定了 因為他是總統 所以在那個保護傘下 這五年他躲得好好的 沒人講他話 他當總統的時候 他700天不出來 大家算一算也就算了 也沒人敢對他怎麼樣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一個 像陳佩琪這樣的落水狗 他再躲到第二線會被罵死 就我覺得狀況是不一樣的 嗯 沒罵直接來做比擬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 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